今天是星期二的三点钟 又是我们逢星期二、四的broadcast 大家如果有参与我们的broadcast 会发觉今天的背景有少少不同 我们是展示了阵地的 我们是很flexible的 因为我们是要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operator在附近 在周围 也有我们的监制在附近和周围 不是单纸是我和Sam 今天在我旁边就有Sam Sam就是我们Sanblast的broadcast 很感谢Sam今天和我们分享 跟大家分享一点 今早一个很新鲜的事件 我有个朋友收到一个电邮 公司的 电邮说什么呢? 很简短的 就说他commit了的payment 要用immediate的transfer 我朋友就很害怕 他不是打电话去问发生什么事 他打电话给我 就叫我帮他问发生什么事 很奇怪 我照样打电话 打电话 一听电话 对方是有名有姓的 就是email是由那位朋友传出来的 那位朋友一听电话 就是问我收到一个email 打电话给他 我说是 其实大家不需要你这个email 我说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 我朋友就收到这个email 我说我自己收到这个email 但我好像跟他们公司没有什么接合的 那么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们公司的email server 还不懂 所以就令到他的email server就传了很多email 给不同的人 也不是他们的customer 也不是他们的朋友 那么他就叫我 就不需要理会这个email 那么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就很特别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呢 你现在在用的mobile security 是不是真的可以安装到你的data bridge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 那么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podcast 那么我记得一下 在今年年头 我们在泰国 曼谷呢 我们有百多位香港朋友 是一次过去了泰国的 那么那时候呢 就没办法这个疫情的 那么呢 在泰国来说呢 我们听到很多chapon 新的technology 明天的科技 的security 的trend 我们打算和大家分享的 不过我们回来的时间 就已经在面对一个很大的challenge 在我们的世界 所以呢 我们就用一个很festival的方法 就是podcast 和大家share我们这些新的technology 那么不经不觉呢 已经去到第十次了 那么大家留意 每一次呢 其实呢 我们的题目 都是很in-depth 一些新的technology 又或者是生活环节上面 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在第十一 第十二 和第十三次呢 其实下一次 我们会说 来周四 我们会说 cloud security 那么这个更加是 会有大的challenge 不论是大家 在公司工作 又或者是销售一些 security的科技 甚至乎是在学在家的朋友 都会接触到cloud 这种东西 Mobile 就更加了 始终我摆在桌上 我已经有三种 是可以用的mobile 那么 接着下来呢 我们在第十二次呢 其实我们会和 VMware 有个cross-over 那就讲了一个 NASXT的平台上 我们是怎么做security的 在第十三次 我们和CyberBeat 有个table topic exercise 和大家分享的 又讲的是 怎样有个best practice 去面对一些 security的challenge 在这个cyber world OK 接着下来的时间 其实我们要交给Sam 我要讲讲 今天的agenda 3点 3点到3点35分 有Sam的sharing 在3点35分至40分 其实大家 都不会理这个时间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时间 就随便问 在Q&A 在check 我的WhatsApp 或者我们的同事的WhatsApp 他们都会不断供应 这些题目给我们问 接着呢 在3点40分至45分 5分钟里面 我们有个feedback的环节 大家填回一个feedback form 超过5次 有填回feedback form 给我们的朋友 有机会得到一个 air mask 这个相当重要 也是一个抗疫的礼品 好了 接着我们是CyberBeat 我们都玩了第十次了 CyberBeat 最高分的三位朋友 就会得到我们前面的 抗疫小礼包 可以送到你手上 就不用去哪里拿的了 我们会找人送到你那里 非常之安全 大家拥有点参加 还有看到前面 有过我们的Facebook 大家给一个like checkpoint的Facebook 专页 你们每一个like 对我们来说 很重要的 好了 接着下来的时间 我就交给Sam 但是之前 我也要跟Sam 不好意思 我们仍然有一个 Home Office 有一个special offer 是30天的费用 其实也是抗疫 或者说 如果在日常生活里 无端一早起床 收到E-mail 大家很忐忑 不妨再看看 这个special offer 可以如何帮大家 找到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SI partner 或者我们的distributor 去看看这个special offer 如何的range OK 交给你们了 Sam 好 谢谢Van Sir 好了 其实去到今天的session 其实我会和大家 讲一下有关于 Mobile上的security 这是我今天会 和大家高辅的agenda 好了 今天的agenda 其实有几个 第一个 我会和大家讲一下 关于Mobile的Face的landscape 接着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开始 可能在障碍的office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 障碍的地方 家里的地方 去access 回来公司去做事 其实这件事 有什么的challenge 我想大家现在 其实在疫情之间 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特意去分享一下 其实这件事有什么问题 其实有那么多问题的时间 我们有什么方法去处理它 最后我会和大家讲一下 有关于Mobile上面的 的application level 的security 的 好了 其实我想现在 其实很多人都会 用Mobile做很多事情的 以前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在Desktop上 做到的事情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在Mobile上面 做到的 我们可能会去收一些Message 可能去Facebook 甚至可能是 一些重要的工作 例如做一些银行的transfer 甚至是买卖股票 都会在手机上做的 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 大家可能在手机上做这么多 那么critical的事情 但你会发觉大家都很少 会想一下 我的手机是否安全 究竟有什么问题 我们要处理呢 在开始的时候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两年里面 其实Mobile上面的security 是如何 其实这里有一些 的news 其实在说一些 不同的Mobile上面的Fact 你会发觉 现在Mobile上面的Fact 其实愈来愈多 包括最简单 可能是Apps 会有问题 电话、手机、OS 都会有不同的问题 但你会发觉 大家未必会考虑 其实我究竟Mobile 如何去处理它 大家没有这样的意识 如果你看深一点 这件事 你会发觉 其实现在 很多这些问题 其实跟以前 我们在desktop里面 遇到的问题 其实是exactly一样 只不过这件事 可能重复发生在Mobile 但是很多人 没有留意到 其实我在Mobile 都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看到一些朋友 他们是有这个意识的 但是 他们更特别的情况 就是他们的意识 是打给一个叫做IT人 他们会当Belly Wong 是IT人 其实我告诉他们 其实我是在买 我只是销售完 但是他们真的不理 其实这个情况 他们都会觉得 总之有人认识IT 他们就要问 但是 我看到的情况 其实他们都挺dash rate 他们是有点意识的 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始终他们都是一个 日常用家 我看到的情况 都是这样 好了 要么就是这样 我现在就用一个signal的形式 去告诉大家 其实 现在如果你 由障碍的地方 去access回公司 其实你会遇到什么challenge 好了 你会看到 现在这个是一个很typical 一个user 可能用手机 去access回公司的network 做一些 最简单的 可能收email的动作 或者可能去公司 拿不同的resources 你会发觉 很多公司 其实第一件事 安全 都是自己copy 里面的network 甚至可能是 一些靠应用程式 都会有安全 但是 外面的地方 你会发觉 很多地方 都不安全 包括 可能你现在看到 一个用户 可能是 一些 使用户 或公司 或公司 去access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想过 这件事是否安全 我举个例子 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 有些user 可能在机场 去access 一些公共的网络 的时候 其实他就被人 偷了一些 用户 或者是password 所以 怎样去 secure 当用户 用户 用户 到公司 其实是很需要思考的问题 手机上 当然有很多apps 上了架 上了架 不会不安全 是的 每个人很多时候 都是在想这件事 我这里想举个例子 给大家听 就是一个叫做 Joker 的Malware 其实 在去年 Google 就把1.7k 的application 下架 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application 中 他发现了有 Joker的Malware 你会发觉 其实这件事 就是很多 Google 都有他自己 很多不同的 審查 但是 有些application 上去 但是 也会有机会 有些application 上去 之后才发现 有Malware 这个 因为Google 有些人可能说 我用iOS iOS 安全很多 是的 我又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去年 其实 Walkapps 有一个Worobity Worobity 可以带到 给那些 hacker 甚至是 去remote execute 一些 code 甚至 一些 你会看到 这件事 不单止 发生在Android iOS 上面 都是同样的Worbit 所以你会看到 这件事 无分是用Android 或者iOS 只要 人写的application 都会有机会发生 这些问题 这些漏洞 也在人 有人为 或者有人 专专去做这些事情 要专专做 并不是那么多意外 不是那么多意外 大家留意 没有那么多意外 大家都是被目标的 是的 除了 application level 其实我们每一天 面对最大的 人体 好像Ben Sir 最初我所说 可能收到一些E-mail 是 他会告诉你 其实这些 叫你过钱等等 其实呢 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这些E-mail Fishing 可能只能给你一条链 你想想 其实现在有时候 我们收到一个SMS 会有一条链 可能E-mail 也有一条链 甚至我们的work apps 传一个message 都可能 include一条链 但是问题是 这些链 究竟安全 甚至是 其实可能 这些链 按了它之后 去re-direct了 到一个地方 叫你进入一些 Userland Password 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 它会扮成像 一些正常的 例如可能 它扮成银行的 网站 叫你进入Userland Password Hacker 其实在后面 就会偷到你的 Userland Password 所以其实 linkage 这件事 其实是一个 很需要关心的问题 好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 OS 也会有 其实OS 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当OS 有问题的时候 它由最底层OS 的level 甚至所有的application 都有能力去控制 最后一个问题 通常是 关乎一些 User 可能自己有些 Misconfiguration 或者一些 错误的setting 令到它可能 会有机会 令到有活力的 好了 我刚才说了 很多不同的问题 其实我们有什么 方法去处理它呢 我今天想和大家说 就是关于 Sandbox Mobile 这个software 整个solution 其实最重要的 原件 就是一个apps 这个apps 可以安装在不同的手机上 无论是 android iOS 都可以安装 这个application 上去 当你安装了 这个application 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由 最底层 OS level 例如 它会帮你detect 到底有没有 Worobity 有没有 Misconfiguration 甚至有没有 Gel Bic 都可以帮你detect 到的 这个底层 on top application 其实我们会帮你去 scan一下 apps 其实有没有 不同的问题 例如 可能是 那部application 会不会有些 它不应该要的 write 或者它可能会不会 用一些有问题的 library 等等的东西 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 不是 例如 我google play 告诉我 这个apps 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有一个 dedicate 的engine 叫做BRE 就是专门 帮你去analysis apps 究竟有没有问题 这个会帮你去做一些 sandboxing 做一些AI的analysis 甚至帮你去查一下 究竟它会不会有一些 有些 connection 其实它会去一些 古怪的web site 古怪的地方 等等 behavior 都会帮你去analysis 的 那 自己又问问题 好 应该是 这些朋友都应该是 有用中 我们的sandbars mobile 不过呢 这是为了一个迷思 他说 sandbars mobile 在背景上 是 他们问 对手机的电量 的consumption 有没有影响 嗯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 当然 一个backward 行的application 它一定会用CPU 的calculator 那当然会有电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research 其实大致上 它是整体用电量的3% 左右 你会发觉 其实这件事 相对是 你说 我做了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 那我们增加了 只需要3% 其实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OK 其实我也要讲讲 我们这里坐下 sandbars 也好 其实我们是sandbars mobile的用家 因为我们是 中国的员工 我们一定会用的 大家会看到 在我手机上面 其实都在转 sandbars mobile 它在背景上转 对我的日常影响来说 我看不到电脑上 有1% 现在我一按 它 它自己会再跟我scan scan 告诉我 最后 最后是什么 我是没有威胁的 OK 那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其实没有什么 影响到我日常的运作 好 那有朋友有问题 又很快就问 他说 刚才 Sam 提到那些 fishing 这个朋友就问 其实在 checkpoint 的mobile protection 可不可以 帮它防御到 fishing site 嗯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是的 我们其实是有能力 去帮你去detect 其实你会看到 我们最on top 就是一个 network level 的protection 其实这个 network level 的protection 可以帮我们 包括最简单 是一个fishing 甚至一些 shoe phishing 都可以帮你去detect 当然 我们不单 做这个fishing 的protection 我们还可以帮你去做一些 web filtering 看看它会不会 connect 一些CNC 甚至是 你connect Wi-Fi 安不安全 我们也可以帮你做一些 checking 等等的东西 这个就是 solution 可以帮我们的东西 即是在背景中 自己在转移 帮我们screen 和保护的东西 好 好了 刚才说到fishing 其实这个很reliant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是 on device network protection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帮我们去 保护 究竟 其实它connect 会不会有机会 去做一些bots 其实那个fishing 例如 有一个site 其实它会不会是 一个fishing site 等等的东西 甚至我们可以做到一些 URL filtering 这样的 OK 以下来 其实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demo 这个demo 里面 你会看到 我们会有一个 Sandbus mobile 的application 等等 现在我们会开一个 Sandbus mobile 的apps 你会看到现在很安全 什么事都没有 绿色灯 那么 其实呢 接着来 我们会进入一个 web site 第一件事 我们先试试 一些web filter 你会看到我们可以 by category 去帮助一些 譬如不允许的web site 譬如你可以帮助一些 今次这个是 酒 的内容 on top 其实呢 我们可以帮我们 做一些fishing 的protection 这个呢 现在我们做一个demo 就是一个 co day phishing 你会看到一个 web page 其实它会 像一个正常的 salesforce knock-in 当 users 去 k 入去的时间 你会发觉 我们会透过 我们的 sandbus mobile 去blog 这些 fishing 防止 users 去key in users task 甚至呢 其实它可以在 sandbus mobile apps 去测试 其实这件事 是如何的 ok 你继续 因为呢 其实有朋友 问到呢 我知道 Sam 稍后也会分享 在mobile protection 呢 我们的 那些 third party 的testing 的ranking 这个 在后面 那里有 有内容 就是说关于 third party 的一些认证 好的 好了 那 接下来 其实呢 其实呢 除了我们 刚才我说的application 之外 那其实呢 我们会做了一个gooie 一个webgooie 去manage 你这么多个 不同的app 即是不同的手机 它会提供到一个 简单的界面 给你知道 其实整个overall network 其实有多少部机 是安全 不安全的 而且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 跟一些third party 去做integration 的 包括一些什么呢 包括一些SIEM 压锡 SPUNC 等等的东西 以及一些MDM 的solution MDM solution 包括Mobile Ion AirWatch 甚至是Intune 等等 都会 可以帮我们做integration 的 但是 你可能会问 我本身有MDM 我为什么 要有 Sandbus Mobile 去帮我呢 其实我们发现 一件事就是 MDM 其实最主要帮大家 做的事情 就是关于 一个Mobile 上 怎样去做一个 控制 譬如 我要安装一些apps 譬如 做一些set 等等 这些就是MDM 去帮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 譬如很简单 我安装了apps 到底是否安全呢 或者它在connect的Wi-Fi 其实是否安装呢 这件事就不是MDM 帮我们做的了 所以其实呢 我们这件事 integration了之后 就帮你去 改善了本身 用MDM的 Security 不单止我帮你 控制到 部机 甚至可以帮你去 增加了 其实 用户做的事情 是否安全呢 等等的事情 OK 阻礙你的声音 因为呢 其实很多朋友 有很多 问题 都很容易 他问这些问题 不过呢 这些问题呢 我想之后 我们再解决 因为这些是support的问题 因为同时都知道 在M-point 或者在Mobile上面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在不同的环境 那这个 我想之后呢 就是 阿SAN 或者是 要我们再解答 因为是说 这些 coast border 的 我们再看 OK 阿SAN 不好意思 你继续 是的 刚才 稍后我们会再 回答一下 一些 Q&A 现在呢 我们 刚才我说到MDM 其实呢 很多人 现在开始 在用Microsoft的Intuit Intuit 其实是一个 MDM的 Solution 其实是可以配合 我们的Sandbus Mobile 那我这里 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Intuit 其实是会怎么样的 好 趁你没说 你要开始 是的 是的 这是一个Intuit 的 Integration 你会看到 其实呢 我们最主要就是 跟它一个叫Compilence 的部分 去做Integration 那现在呢 你会看到 我们先去 scan一下 一个装了Sandbus Mobile 那它会 feedback 一些 究竟这部机 安全 是否安全 如果安全呢 其实呢 就是绿色 那你会看到 在这里 在我们的Sandbus Mobile 就会 feedback 这些 information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会安装一个 Test Virus 即是一个 Virus的Apps 去测试一下 其实当那部机 不安全的情况下 其实 会是怎样的 那你见到 现在呢 它开始安装完这个Apps 其实你见到 立即Sandbus Mobile 已经安装了你 这件事有问题 接下来 他会告诉你 其实他觉得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Virus Apps 立即红色 他会告诉你 其实你这部机 已经检查到的东西了 其实 用户 甚至可以在 手机里 卡进去看 其实这个Apps 分析的report 告诉你 其实你这件事 有什么地方 有问题 他觉得 怎样有问题 其实这个report 完全可以在手机里 看到 甚至其实他可以查到 过去一个星期 其实他遇到 什么安全的问题 可能是 Natal Network 上也会有的 那么 好了 刚才我们做了 就是他部机 转发了一些有问题的东西 其实你见到 那个Alert 已经去到 我们的Sandbus Mobile 那个Portal 其实他会将 这个Information Task 到Intune 那里 当Intune 收到 你会见到 他会立即查到 其实现在已经是 那部机已经是 Non-Comparance 当它是 Non-Comparance 的时间 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 Intune 去准备一些 Non-Comparance 的行动 包括什么呢 其实我们会将 这个Alert Message 去送给Intune 的Apps 你会见到 在手机里 Intune 其实已经 得到这个 红色的 他会知道 是由Sandbus Mobile 去告诉他 这件事有问题 之后 之后 其实就可以透过 Intune 的Policy 例如 我们这里 其实 因为他 不是 Comparance 的话 其实我们 就不让他 Sign in 你会见到 那个User 去Lock in Email 他就被人 阻止了 OK 其实 Intune 也是一个MDM 没错 有朋友问 UEM 也就是MDM 那 这个MDM 或者UEM 的 Integration 是不是困难的呢 需要用任何 script 去 达成这个目的呢 这件事 我们不需要特意去 自己去写 的 这件事很简单 因为其实我们 已经做了 我们自己 需要的script 其实我们在一个Portal 很多的MDM Integration 我们其实只需要 输入MDM的User 和Password 通常我们都会在MDM 那里 建设一个帐户 去给我们的Sandbox Mobile 去Connect 当你Connect 其实后面的东西 就会自己做完 OK 好 好了 刚才我说了很多 关于一个App 就是我们的产品 一个App 去装置大家的App 其实我们手机上面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有些公司 其实会写一些Application 去给外面的人 去Assess 这件事就会产生一些 Security 的问题 我们就用一个叫 Sandbox App Protect 的Software 去帮我们去Protect 这件事 这个其实是什么 我想举个例子 给大家知道 大概是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 有些公司 譬如可能 他会写一个App 去给一些 可能他们的员工 又或者给一些 外面的人去做 最常见 可能我们很多时候 是有银行 那银行 可能有些App 寄给一些员工 不是 寄给一些人 外面去过钱 等等 但是其实 这件事有一个 有风险 那个风险在哪里呢 就是 其实这个App 可能会 放在那个人的手机里面 其实可能不安全的 而且 一个银行 其实我没有能力 去控制 那个人 放在哪个手机里面 如果当那个手机 不安全的时间 你想想 一件事就是 譬如很简单 那部手机已经中了 病毒 可能那个Hacker 已经可以控制到 那部手机 当他用这个App 的时间 他输入任何资料 其实Hacker 就会收到 对吗 对 对 那他收到 譬如 那些Hacker收到的时候 他就可以扮演那些用户 然后从而可能 在他的帐户上 偷了任何钱 等等 其实会产生很多不同的 经济 钱等等 的损失 等等 所以 我们其实 就会有这样的 方法 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保护这些 你可能写的 应用户 这样做的 哦 阻礙你 因为 有一位朋友问 就是 刚才也有 多少的问题 可能他在面对挑战的 嗯 就说 可不可以 有些 叫做 他其实是 问我一个展示的 OK 我想在这个时刻 就是说在Sales4的Web上 未必我们即时都做了Demo 那我们可能之后 我们再安排一个 好Target 就是Sales4上面的 Valibility 我们怎么做的Protections 看看能否认识到你的 尤其是Fishing Web的Detections OK 那这个我们之后 再联合这位朋友 嗯 我想可以 当然 因为我想刚才他可能看到 我们可以帮你 Fishing 都是Sales4 所以他就想看 Sales4的Demo 是 OK 其实我这件事 有两重的 不过我今天主力说话 就是说Mobile 是的 继续回我们今天的主题 OK 我们之后联络回来 好 好了 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可以帮你 去Protect 你们这样写出去的Apps 其实整个Apps 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们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通常呢 就是说 一些叫做 防止别人去Reverse Engineering 防止别人 Tampling Anti-Tampling 的方法 那什么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我写了一个Apps 可能有些Hacker 就会将它Reverse Engineering 继续回来 一个原本的Source Code 所以 会令到 可能你的Apps 所有的 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 都会禁止出去 所以呢 这个Software 其中一样 Protect 就是我们可以令到 你的Apps 包住了它之后 其实就不能够 让人去Reverse Engineering 不能够去Repackage 就是说 可能将这个Apps 去Repackage 另外一个Apps 甚至 可能不让它 去Tamper 它 或者可能Animate 可能放进一些Virtual 圈子 去行 全部都会帮你去Protect 那on top 就加回一些 我们刚才开头说过 一些Device 的Protection 一些Malware 的Protection 一些Application Level的Scanning 等等的东西 那整个东西的 其实是怎样呢 我们会提供一个 SDK的Source Ware 这些东西 其实你就可以 放进你的Application 那里 透过你的Application 就可以上去 一些App Store 或者一些Google Pay 等等的东西 之后呢 其实那些User 就可以透过这里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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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Application 就可以做一些 不同 Vector 的Protection 包括可能是 Network Level System Level 等等的东西 而且这些Information 其实它可以 可以 较回到你的Application 做一些Security Control 甚至可以 帮你去 去Ansis 这些问题 因为当你讲这件事的时间,当整个flow的时间,有朋友问了 我想这个图已经解答了一个问题了 Sanbus App Protect 如果它的apps已经是production environment 是不是即时可以保护到 那他需要再复制它的application呢? 其实是不是这个flow已经是automated去保护的了?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复制的programmer可以懂得写一些apps 可以帮你加进去 那我们也提供一些方法 就是可能刚才你说的situation 如果假设你来说 UO小学龄已经只有成本一个apps 那他有什么方法去做呢? 那就是将apps再加进apps 那我们会在后面的一两个signal里面说一下这件事 这朋友都再问了 那是不是不用再reviveapps? OK,可以 那隔终的问题应该是不需要再reviveapps了 嗯,好了 那刚才说过 大概的flow是这样的 那我想由一个use case去讲起 其实通常一个programmer 他设计的application 都会有好像现在看到的flow 有一个user可能是knock in knock in了之后 他可能可以做不同的东西 包括可能是一个银行apps 他可以transfer东西 或者可以查一下rebalance 那我们的signbus app protect 其实呢 可以integrate with 这些flow 那透过在这些flow 我们就可以加一些control 去analysis 譬如很简单 我们knock in的时间 我们会查一下 那部手机是否安全 如果很简单 我们查到 那部手机可能已逃回了 那就是不安全 那我当然不可以 给他做后面的flow 可能不让他去transfer 钱 不让他买卖股票 等等的东西 但可能有机会 我看到他纯粹是 纯粹是 纯粹是 可能connect了一个 没有那么 secure 的Wi-Fi 那我们可以让他 直接去review 究竟他银行有什么balance 等等的东西 那这个就可以透过我们的sdk 和一个program 去夾回 他的workflow 究竟是怎样的 好了 那刚才有个人的问题就是 假设我们已经有一个apps 其实有没有一些 简单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方法 是专用一些 譬如 他真的已经只有 只是有一个成品 有一个APP 或者IPA 的一个iOS 的application 但是问题是 他可能他不能够 他很难找一个program 去重新去review program 那我们就透过 有一个partner 叫appbomb 这个appbomb帮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 其实你只需要 提供你的APP 或者IPA 接着上appbomb 他就会回到一个 安装的apps 就是 那些apps 可以不怕被人 去reverse engineering 不怕被人 tamper 等等 一些security features 一拆过 就会在这里 帮你全部加进去 就是这里可以做完 全部了 这个就是appbomb 去帮助大家做integration 那部分的东西 嗯 那 最后 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刚才我说的solution 其实我们在market上 有很多认证的 包括Gartner 包括IDC 包括Malcom 其实都做了很多 不同的security test Tesco 这个product 其实我们在中间 拿了很多 很高的分数 尤其是 Malcom Malcom 其实呢 去年做了个testing 你会发觉 我们在 如果你看到 左手的chart 其实我们在 右上角 最高的那里 market leader 来的 而且我们得到的分数 是99.8% 你会看到 其实这么高的分数 如果 99.8% 99.8% 是啊 99.8% 很重要 最接近的位置 最接近 其实都是70 70多 就是欠20多分 是啊 如果比较其他 其实FH 都是差一多 OK 所以 你会看到 我们在这个market 其实在mobile security 来说 我们真的是 第一个vendor 好了 那么 今天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填上我们的form 然后 我们可以 按照 你想去做一个trial 等等的东西 那我们会有 我们的SE 安排去帮助大家 好 稍等一下 有个问题 好 因为在user level 应该是面对 很大的挑战 如果 我们的mobile security policy 是否可以 基于不同的user 去deploy 可以的 我们可以 不同user 有不同 policy 情形会是怎样的呢 譬如 可能我有一群群 是management 我可能觉得 他比较安全 我可能给了 刚才我说的 一些on device level 的protection 他去任何fishing 我们都会查清楚 每人其中一组 但是 譬如 一些普通员工 我们给他 不需要查得那么紧 我只是帮他做app scanning 等等的 或者可能只是帮他查一下 一些 device的setting 有没有问题 都可以帮你做得到的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有位朋友问 appdom 和insert sdk的approach 两者之间 有什么不同 insertsdk 刚才说的 就是 需要用programmer 去帮忙做的 即是有些programming的手续 或者一些technic 一些technic 因为如果 写开program的人 其实他会有很多不同的library 其实我们提供了一个library 就可以加入他的program OK 说到这里就可以了 OK 如果是appdom appdom 其实是不需要的 你只需要把你的成品 一个app 上去 他就会回到一个 原成品给你 是干净的 一定保护到 就是 纯粹是两种approach 一个就是很customize 一个就是 可以说是 自动化了 是自动化了 OK 明白 OK 多谢Sam 今天和我们分享 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问题 因为去到mobile 去到end point 是一个不会停止的challenge 来的 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找回Sam 又或者找回我们的distributor 或者我们的SI 或者找回我们同事去做一个checkup 又可以 或者看看我们在mobile 之前说过的 是一些gave security 或者是一些cloud environment 我们如何保护 是保护 your environment 我们的approach 到底是如何去达成的 好了 那大家留意回 亦都是去到我们的Q&A的时间 那面前 我们也有一个free usage的offer 就是30天免费的usage 那就是home office 我想未来几个星期 大家都有home office 那就职关回我们同事 看看如何安排这个 这个free usage 好 接着Q&A的时间 那大家会看到 有个QR code 啊 sorry 对了 feedback form 对了 因为大家差很多东西 那就是feedback form 大家scan了QR code 填几个问题回答我们 超过5次以上的webinar 都有feedback form的朋友 有机会得到一个KB的air mask OK 是一只的 是吗 是吗 是一只的 OK 那另外呢 那大家答满问题的时间 都可以同一时间去我们的Kahoo Game 下一个画面 大家都可以 scan画面的QR code 有Q&A吗 有Q&A 有Q&A 就用实名登记了 好 今天多谢Sam 和我们的sharing 那大家也没放过 有问题 就即管问他 那下一个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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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不太快 现在 因为我们过得是home office 下一个星期四 我们会讲 cloud的security 一个很大的topic 也让大家关心这个topic 那到星期四的三点钟 再和大家见面 Thank you 拜拜